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开始来讲 Inscape的一个教学的第三个部分 那这一堂课呢,这一堂课是美的构成 就是所谓的那个美学,进阶美学意识的第二个部分 我把它称之为美的构成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堂课呢,你看哦 这个是互动,我有教互动,等一下去 这个地方有变化 好 美是一个构成,构成的原理 我们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是以摄影的构图的原则来谈 因为这样比较接近我们整个教学系统 摄影的构图等于美的过程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这我们在上一个已经讲过了 就大概这个地方,点线main整个思考 好了,那我们透过美的构成的原则 用Inscape来表达它 其实是要把文本产生美感 我们要把文本做得漂漂亮亮 很多人说,漂漂亮亮有什么用啊 在网络的时代啊,或者说在一个乐听众的时代 文本要好看才看得下去啊 这个是前提啊 以前的排版就这个概念啊 排版跟美本就是这样,你不要小看啊 你学过你就知道啊 一篇烂文章啊,排版排得好 你就觉得还可以读 一篇好文章,排版排得很烂 你真的也读不下去啊 这就是说我们说版面的美感的构成的一个原理跟原则 好,那我们就会教Inscape就会是这样子啊 这是整个课程结构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Inscape啊 好,那这个软体呢 我们之前也教过了啊 那我们从现在呢 开始来讲这个部分啊 这个进入到这个状况呢 我们讲过了,我在操作几个基本部分给你看 首先呢,我们来调整大小啊 这个就是所谓版 这个就是所谓的编辑区啊 我们编辑区就是这个地方 也不能说编辑区啦 好,你先看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P所,我们比较常用 横向啊 这个地方变成横向了 这个单位呢 也改成P所 它的大小是什么 1920 乘以1080 因为这个是刚好是什么 16比9的什么 影音的格式 就会是这样子 好,这就是16比9的影音的格式 然后再找到这里啊 这里是什么 将页面收成视窗大小啊 这个就是页面啊 这个就是页面 然后整个这个东西叫视窗 你看哦 有没有啊 我们页面的大小就等同于视窗 这个是16比9的啦 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啊 现在汇流的时代 不会单单只做图啦 我们通常更多的是做完之后 放到video里面去 真的啊 不是吗 video照片 图文整个相互交叉的 所以你看 那这样子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那再过来 你可能会问学这个干嘛 学这个向量图干嘛 好,没关系 我觉得 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总要理解 对我们有什么用 你才会学得下去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讲过了 inscape或者所谓的 这种向量的软体 或者 illustrator也一样 那基本上是一些点线面基本的图形在处理啊 那我们呢 先来试看看给你看哦 画一个这个叫向量图哦 画一个这个图 画这个图干嘛 好 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呢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来哦 这好粗哦 把它改掉 改成pso 那把它改成6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这个是图就出来了 这就是向量图 那很多人会说 那学这个什么圆形啊 方形啊 学这个干嘛 我们不是美编 我们不是单纯学这个 我们新闻系 这张新闻系开的课 更多的是图文整合的写作 图文整合的写作 换句话说 这是跟图像 跟文字结合起来 你抓住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怎么学这个东西 那我先举例给你看 我们先举例给你看 各位 我现在这个是Linux的系统 如果跟你的windows不太一样 脑袋转一下 没那么没那么 没那么麻烦 没那么麻烦 那比方说我们 我们随便抓一张图进来 好不好 我们抓一张图进来 这张图抓进来 好不好 这张图抓进来 OK 抓进来 图很大 对不对 因为对这个图很大 我们讲过的图太大怎么办 Ctrl按下去 滑鼠键 那个 滑鼠键的那个转轮的地方转一转 它就会收小 其实这张照片 有没有 整个画面就出来了 等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编辑区 整个照片这么大 你没有看到照片很大 对不对 我们就把照片收小 按Ctrl 这样子才不会比例 才不会丢掉 把照片收的大小 跟我们的什么 编辑区差不多一样大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这时候呢 再稍微的按Ctrl键 按Ctrl键 再按滑鼠的大小 有没有 再跟它恢复大小就行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两张 这样子我们就在一个画面 你就可以处理了 那我们说 学这个干嘛 我们 我们新闻系的 或者说我们 处理图文整合的 不是每边 每边是要做图 理论上做图 我们不是我们是图文整合 我们常常用的是要对什么 对图像资料进行说明 比方说 这个复兴仪的 很有名 这张图很有名 这个很有名的国家 他说我要强调他 怎么强调 你看到这个 我把它稍微拉大 有没有 就跟你说 我这个虾子的 这个地方做的很漂亮 往上拉 没关系 以后你都会学到 有没有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做图啊 对图形加以补充说明 那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 再先把它拉到最上面来 我在 我这个螃蟹呢 很有名 或者我们要特别说明 说 这几个字很棒 这个是哪个作家写的 这几个字很棒 那我们颜色也可以换一下 那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边框的颜色 我们跟他换成一个 这个颜色好了 颜色又变了 对不对 不管 我们现在就开始 对这一张照片 有了图文整合的说明 这其实是我们更重要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你学这个干嘛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学这个 你要对怎么画圆圈呢 怎么画图呢 怎么移动 你要很熟 是不是这样子 啊 这里 像inscape 或者ai 其实相较于photoshop 或者jimp 对我们而言 更重要 更好用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图 我们偶尔是图文整合写作 啊 对他家里说明 画个圆圈 画个箭头 或干嘛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讲 上次 上次也讲过了 你可以把它整个圈起来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找到什么 这个地方 档案啊 汇出png图片 或者你在下面这边 你现在按这边的时候呢 这边下面都有啊 汇出png图片 我们选什么 选选择范围啊 选择范围 我们刚才把整个都选择起来的嘛 所以这一个图 跟这三个都被选择起来啊 然后我们就把它汇出 我们就可以把它汇出嘛 选择起来的呢 汇出层啊 我们讲过的汇出层是 看看你要汇出到哪一个 哪一个目录里面 然后我们给他照片 比方说档案003aa好不好 这样比较好备好 储存 你就会看到哦 原来我们要存到图片 这个目录啊 003a 汇出 他就在汇出了啊 整个汇出了啊 整个汇出了 让我们再来看哦 我们来看资料夹 那个图片 这一个 有没有 003aa 再点两下 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作品 哦 没有 我们刚才是不是这样做 那对新闻系而言 或者对做图文整合人而言 你要加个图啦 加个这个东西 甚至这边再写一写字就可以 这种功能的需要 其实在我们上课的需求当中更强 所以其实学inscape或者学AI 我更建议各位要把它学好 因为这个里面的很多功能 很多概念 你用到powerpoint也一样 去powerpoint是简单版的这个 简单版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 像亮图的观念 我们来学学这个东西啊 它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再跟你强调 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学这个的目标跟概念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东西你就要一个理解 然后再过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拿掉好不好 另一种是这样子啊 另一种是这样子啊 我们先假设这样子啊 我们一样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哦 这个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边框呢 拉大一点 你不用急啦 以后你就会学到32 哦 好宽啊 好 那我现在要干什么 如 很多向量 我们有很多 很多形状 或者向量的形状 这个是向量图 SVG 我们如果要这样子的形状 因为这个东西 拿到图文整个里面 我们要一些特别的形状 来对它说明啊 或干嘛 这种特殊的形状 用这个软体来做很好 比方说我们要这个形状 那怎么办 各位我们讲过了 这个地方是编辑区域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编辑区域 编辑区域以外的 你在存档的时候 它不会理你哦 它不会理你啊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好 我们档案注意哦 不是汇出哦 汇出是PNG 是像 是点阵图 点阵图 好了 那你慢慢理解 这个是我们要汇成向量图 向量图拉到收小都不会变化 所以档案 我们跟它什么 另存新档 好不好 我们跟它另存新档啊 那这个是什么 AAA002好不好 我们跟他存在这个AAA002储存 注意哦 我们现在是存在向量图啊 所以呢这个地方 图片啊 图片啊 然后这个 AAA这里啊 没有看到 AAA002 这是SVG 这是向量图啊 点两下 跑出来了 有没有 换句话说 你如果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形状 当然就是说你在图文整合说要需要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体来做 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再讲一遍啊 我再跟你示范一下 你整个就会懂啊 我们开这个软体啊 这个软体呢 基本上是你可以说是powerpoint 当然我这是Linus系统 我现在都改用这个了 你愿意的话跟着我学 很快又不用钱啊 我们假设好不好 我们假设说这个是什么 你看都一样 真的是差不多了 你会windows就会这个了 更更 我觉得个人觉得更好用 好 我们把图抓进来好不好 我们贿赂图像 对不对 这个是贿赂图像 有没有 刚才我们存的是哪一个 第一样 003AAA 这个 AAA002 SVG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一个 对吗 对 这是刚才存的 好 开启 有没有看到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相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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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了 你在powerpoint 或者说在这个impress 这个有多重要 你看各位 你在powerpoint powerpoint已经给了 给了你很多预定的图案 有没有 这个就是powerpoint 给我们的预定的图案 对我们也常用 其实这个都是相量图 你在inscape会操作 的原理 通通可以来这边用 我先讲给你听 所以学那个东西 也有助于你在使用powerpoint 可是呢 他给你的 他给你的图像图形 可能很多 但有一些比较额外的 你不想要的图形 比方说他可能给你这么 变成的图形 这都没关系 可是我就想要这种奇怪的图形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没办法 这么奇怪的图形 你就没办法了吧 那这样子比较有 有你想要表现的向量图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我们就可以用inscape 来把它画出来 来使用 放到powerpoint 或者放到 各位我不是有教那个吗 short card吗 影音有没有 我们在做到video video影音 有时候需要照片 箭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看到没有 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个存档才有 各位 这两个概念 你要多去弄几次 汇出是汇出 点阵图 一张漂亮的图 存档 刚才那个是存档 存档就会存成svg 向量图 存档的时候只存 这个这里 只存 编辑区域里面的东西 那你可以拿来用 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拿来这边用 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有一些自己可以创造的造型的图案 放到powerpoint 或者放到你在做video的时候 放到video来使用 然后再过来 我们在inscape 之后慢慢教你学到的各种操作的技能 比方说我点给你看 比方说你这个往下拉 好了 快没时间了 比方说你可以放大缩小 一些观念啊 你看看这个地方 他也是放大缩小 这样讲好像有点白痴 没关系 我只是说他很多观念 像量图的操作观念 你如果透过我们inscape 学会的来这边学 如虎天立 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做图文整合的时候 就可以操作的很好 当然有美学的概念进去 你可以操作的更好 但在美学概念之前 我们基本的动作先把它做好 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 先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